這個是我的專案 叫台灣政治迷你危機百科 就是傳統上的話 大家就是可能在臉書上不太好做討論 就常常雙方人馬就意見不合 然後就比站起來 然後討論到後面 他們意見可能很分散 然後就無法聚焦 然後各個討論其實也很難查證 它是不是事實這件事情 所以我這個專案就是 希望找到一個方式 會有一個比臉書更好的討論空間 然後希望是有系統的 然後每句話是有證據的 那我們就可以來直接看一下 這個危機百科 它用一個平台叫KiARO 然後它 稍微我再切一下我的電腦 OK 像這就是它的介面 然後它的討論基本上就是一個樹狀的結構 當點下一個某一個論點的時候 你可以再看到下一層的結構 然後繼續延伸 所以針對每個論點呢 大家都可以提出在底下延伸不同的意見 然後每個意見呢 你就必須要附帶一個連結 來證實你所講的講法 對 那這平台功能也滿完善的 它可以投票 可以舉報不合法的一些言論 然後標記就是重複言論等等功能 都可以做到 就滿好的 然後它本身其實原本算是一個辯論的一個網站 提供讓人更方便對一些公共政策辯論的網站 現在網路有一點問題 所以像我看到上面有一些國外不錯的辯論題目 譬如說在講說墮胎合法化 那雙方就講多很多的論點 在講說這到底支持不支持它 那我覺得這對討論的品質真的提升很多這樣 對 對 然後 它本身也解決的問題就是我希望可以讓大家一眼就看 看出來比較 不同的政治人物他們的 他們所做的效果 就有點像 維基百科那樣 但是在這平台上大家更 更自在的去發表他的言論 以及提供他所想要講的一些證據 對 然後上禮拜我剛PO到PTT上正黑版了 然後 大家有提出一些質疑 比如說他被亂編輯 可能像維基百科一樣 然後 但我還是在想辦法 找出一個好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歡迎 我所需要的人就是大家按讚分享 大家按讚分享的話就會得到我的按讚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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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